这小鬼子还是不上当啊 还是个高手 舟大 把铁丝和镜子给我 舟大 一会儿帮我做观察手 要 舟大 舟大 一会儿帮我做观察手 赵杰做观察手 我一会儿开枪的时候 小鬼子肯定会开枪 赵杰 嗯 趁这个机会 把小鬼子干掉 你有没有把握 有 好 三个 还是回来吧 没事 有把握吗 没事 就是把握个丁门一宫 幸亏连绕交换 开交换马上把头侧过去 看来这回是做猛了 搞事了 要把他设个对样传 好 赵杰 嗯 帮水上做观察手 好 好用的 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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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带着行动 冲动 快点发生好 衬出缝号 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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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小鬼都被我们打死了 神力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同志们 给我打 小鬼都被我们打 帮和连长 全部被加灭 命令部队 最快是我刚才习惯去点 是 同志们 我们绕到南门再去搅和搅和 撤 我把这些物资清点一下 能搬到的全搬走 是 我把这些物资清点一下 我把这些物资清的物资清 我把这些物资清 把他爹取苗来 终于起见 看场了 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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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长 我们在鬼子的窗户里 发现一个地洞 走 看看它 我们清点物资的时候 杨大利发现一个开关 二轮开关 就出现了这个洞 其他人都在里边 对 全都在里头 看好了啊 好 大长 你来到这儿 你看这啥玩意儿 这上面画的 看起来挺斜画 打这么多年轨的 这还第一次看见 这好像还一个开关 不期待 你个亲娘呢 全部搬送 大家搬送到时候 一定要警察警方 是 搬送 是 是 命令 全的参战部队 立即在古董山陈地 撤退 是 报告 坐下 慢慢说 我们在西关局地 发现了鬼的一个秘密基地 有毒气弹 毒气弹 跟我们预测的一样 刘远同志 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刘远 你跟为我说说 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情报部门的消息 日军在上海 秘密地修建了一个 化学武器特工队 带好局部队 并且 日军计划 以虎头山地区为试点 测试其最新的 化学武器的实战效果 并且在不久的将来 要在中国战场 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 是啊 小鬼子 现在到处作战 消耗很大 兵力已经是捉紧见证 他们现在是击红眼了 他们妄图 秘密地使用化学武器 尽快地消灭我们 和抽出兵力 补充到其他战场 那看来我们要做好 防御化学武器的准备了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 以我们现在的防范能力 是很难防范的 真要是等几百个毒气弹 砸在我们头顶上 恐怕再做什么准备 也来不及了 卫国啊 总部领导 都知道你的特战队 这一次的证 是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的 刘晓同志 你说吧 卫国 来 看一看 照片上这个人 叫伊藤光宇 是日军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 此人现在在上海 之前是关中军化学武器的负责人 研究化学武器多年 并且此人在东北 用化学武器毒杀中国老百姓 并与中国战俘 做祸体试验 根据我们的情报 他现在在上海 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 建立了一个生产 研制化学武器的秘密基地 由于日军 对这个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 十分保密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侦察到 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找出来 并且把它消灭掉 需要我做什么 我们需要你 跟我们一起去趟上海 要我去上海 对 去上海 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 但是他们的武装战斗能力有限 我们必须马上派出一支 精干的武装力量 才能彻底消灭这个秘藤 总部领导派你们特战队去上海 主要是配合刘远公志 而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查明 并且彻底催我 秘藤广宇这个秘密基地 这次行动呢 除了我们的情报人员 还有国民党的特工 他们有份 是 这次 正是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 关于伊藤光宇的 有价值的消息 这次 卫光 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需不需要我帮忙准备什么 特战队随时回处吧 那好 明天一早出发 分头进入上海 好 那我回去布置一下特战队 好 报告 你们两个来得正好 卫光 除了你们特战队以外 陈一和张楚同志 也和你们特战队一起行动 为你们特战队 做辅助的联络掩护工作 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团长 正尉 陈一跟张楚都不是作战人员 能行吗 是这样的 这次特战队的行动 属于绝对机密 到了上海以后 日常联络工作 就不由他们来做了 最好其他线上的 情报人员 也不要跟他们有所接触 所以这次由我 带领张楚 陈一 做日常的联络工作 你放心 陈一和张楚同志 是老地下党员 他们又是老搭档 而且 他们又都是上海人 对上海的情况 十分地舒服 当年 他们两个假扮夫妻 跟我搞情报工作 对敌斗论经验 十分地丰富 对敌斗论经验 这次他们两个 所以你们特战队 一起行动 配合你和刘远 最合适不过了 这次 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 配合你们工作 团长 那我 我先走了 我没办法 知道了吗 来 去吧 怎么回事 去吧 我们一毕业 你会怎么样 我会找你完美景 再等你完美景 回国同志啊 我只能送到这儿了 出了山口 一切全靠你们自己了 陈毅同志我就交给你了 你得给我保证他的安全 是 长长 好 同志们 不用我多说 你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这次任务有多么的艰巨 想面对你们的事 无数的困难 危险 甚至于生命 但我要强调一点的是 这次任务 一定要给我完成 再也不能让小鬼子 把这个西式毒气弹 研制成功 不能再让小鬼子 拿这个毒气弹 残害我们中国人 同志们 能做到吗 好 好 为国同志 出发吧 出发 这次任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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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南洋大华传舞公司的张先生吗 是我 秦龙贵心 业人姓孙 是日生贸易行的代表 再次恭候多时了 这位是张太太吧 张太太一路辛苦了 快请吧 请吧 这二位跟我来吧 姓婆 怎么是你小子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宫军方面派来坚硬我的 竟然是你俩 当年南京匆匆欲别 哎 咱们今天过去了 回国 一直都没你消息 原来你是去干八路了 是啊 在南京的时候部队被打赞了 后来八路救了我 我一想 反正也是打鬼子 在哪儿打不都一样吧 是啊 咱们弟兄又能凑在一起干鬼子 痛快 对了 晚上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 也和你们见面 什么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了 是啊 情报是他们给的 我只是率行动队负责配合 全部都不向真正 统签 再加价子 再加仇部队败 重在那里 中线 张先生 张太太 请 张先生 张太太 房间给你开好 这是房间的钥匙 三零六 谢谢 这是二位房间钥匙 五零二 五二六点 我来接你 谢谢 请换 请换 我们先去休息了 晚上的事情您们安排好 是 老板 五龙 好的 怎么样 兄弟们都大了吗 大了 大了 不要 我看着眼熟吗 你看嗯 好 陈怡 陈怡 你怎么在这儿 你放手 假如来助攻和开人票 从现在起 这家店行招了你 好 大家好 在下徐伯文 这位是曹英小姐 曹罗少高斯 你们好 你们 认识 当年我在复杂大学教书时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真强 真是太强了 请坐吧 来 坐 陈站长 这位周卫国同志 后来也报考了南京中央军校 她和刘远是我的同伴同学 原来你就是那个 当年大闹中央军校 演习中俘虏了德国总顾问的那个周卫国 人才 真是人才 原来大家都是自己人 既然都是自己人 大家就别客气了 徐站长 我们还是先谈谈此次行动的事情吧 好 关于日军化学武器专家伊藤光宇 中统现在掌握了什么最新情况了吗 曹颖同志经过了两周的跟踪和侦查 终于确认伊藤光宇就住在万国酒店 曹颖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好 两周以前 我们侦查到伊藤光宇 住在万国酒店顶楼的1201房间 于是我们派人化妆成服务员 打入酒店内部 基本摸清了伊藤光宇的出行规律 伊藤光宇每天早上八点 他会从酒店出发 他的身边大概有十名左右的警卫 每天晚上六点的时候 他会回到酒店 然后在酒店用餐 每天晚上九点钟 他会在舞厅唱歌喝酒 然后直到午夜他才会上楼 这个期间他每次出去和回来 随身都会带着一个保密箱 并且用手铐靠在他的左手上 我们认为那里面肯定放着 跟日本研究秘密武器相关的资料 有没有可能就在酒店里下手 不可能 来 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长期在酒店 包下了万国酒店最上面的五层 也就是八层到十二层 这里面驻了很多日军的将领 而且防守极为严密 整个万国酒店 有两个小分队直接把守 也就是说 只有最上面的五层的日军军官 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 才能够上去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进去 也没有办法下手 那现在侦查到 伊藤光宇的秘密基地的 缺械地址了吗 到目前为止 仍然一无所获 那跟踪有进展吗 我们的人一直试图跟踪伊藤光宇 但是这个伊藤太过狡猾 他每天出行的时候 必须会有三辆车 同时从酒店开出 但是这三辆车 每次所走的路线 都是不一样的 由于街道沿途 都有很多日军的把守 我们不能跟踪得太近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掌握他的秘密基地 如果我们同时跟踪这三辆车呢 同时袭击这三辆车 只要伊藤在其中的一辆车上 那么我们必定能消灭他 同时拿到那个保险箱 不行 我们现在人寿本来就少 并分三路 风险太大了 对 我们这次不但要消灭伊藤光宇 还要把他的秘密基地一锅端 并且 我们必须搅和日军秘密基地 延迟化学武器的重要证据 所以 在我们查到 伊藤光宇秘密基地的确切地址之前 不能打草惊蛇 不能让日军 还有伊藤光宇 有任何的差距 魏国兄 刘雅秋 你们有何纲件 你刚刚说伊藤喜欢跳舞吧 对 他每天晚上九点 会换上便装 然后去酒店跳舞 无一例外 那他跳舞的时候 不会也带着那个箱子吧 对啊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他在舞厅里 连那个箱子 那也就是说 伊藤的保险箱 就放在他的房间里 极有可能 我想请你们打入万国酒店的 那位同志 今天晚上来一下 给我们讲解一下酒店的情况 可以 今天晚上下班 我会让他直接过来 魏国 你是不是有办法了 我想 只要我们能偷到保密箱里的文件 应该就可以找到 日军秘密化学武器工厂的位置 那 怎么能拿到呢 就从万国酒店下手 万国酒店 的确 万国酒店的防守非常严密 但是往往防守最严密的地方 心里最容易松懈 万国酒店至少有上百名日军罚手 你们怎么进去 好 秦伯啊 对于你们来说 万国酒店的防守 算是做得很好了 但是对于我们呢 其实 负责侦查万国酒店的同志 你们都认识 我们都认识 是谁啊 应该就快到了 应该就快到了 来 快看看谁来了 天静 怎么是你啊 陈怡 张楚 怎么是你们 阿文 你也在 你好 天静 你怎么也做起情报工作了 真没想到 国难当头 我只是做我自己应该做的 你们呢 你们怎么会 我们现在都在八路军 这次奉命到上海来参加行动 太好了 天静 还是抓紧时间 给大家讲解一些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好 这个 就是伊藤广宇 经常去的五厅的平面图 这里 就是一号电梯的位置 三哥 我记得你说过 无论什么样的保险柜 只要让你看上一眼钥匙 都能在短时间内打开 是真的吗 是 好 那如果让你看上一眼 伊藤广宇保险柜的钥匙 你能不能在三分钟之内 打开保险柜 并且把文件拍成照片 只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 就一定了 天静 多有几条路 能通向酒店的电梦 只有通过一号电梯 或者楼梯间才能上去 可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里 都有县兵站岗 只有住在最上面的日军高级军官 和持有特别通信证的人 才能上去 二号电梯在最上面 五层的出口 都已经被日军统统封死了 好了 情况 我都已经向你们介绍了 我该走了 如果晚了 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好 有什么情况 我会随时让曹老师通知你的 好 那我去搜搜田静 真没想到这么多年后 我们竟然是这样的重逢 是啊 对了 你怎么会突然和张楚结婚 又走得这么突然呢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什么 没结婚 当年我跟张楚都参加了共产党 为了工作需要 所以才 你们是假夫妻 真有你的 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瞒住了 有件事 你可能不知道 什么事啊 当年周文来找过你 我告诉他 你和张楚结婚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整个人都疯了 好了 就送到这里吧 这里 毕竟不安全 注意安全 在里的 现场 人家 你得 Luego 我让你买钱 都漸了 谢谢安副 我不要 就要怎样 那就好 我的计划能不能成 就看一个人的了 陈姨 我需要你做一件事 什么事 我要你从现在开始 跟着三哥学手艺 我 学什么 把一通光雨的钥匙偷出来 陈姨 陈姨 你一定要用你的魅力 让你的对手 完全放松警惕 要让你对手觉得 你是他最心爱的女人 这样你才有机会下手 想一想我教你的动作 再想一想我 刚才跟你说过的话 偷得最高竞技 就是手心里抓着空气 相当于在自己的口袋里 拿东西一样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陈姨 不行不行 这个实在是太难了 我真的做不到 陈姨 我陪你练 陈姨 陈姨 这是一次只能成功的任务 你做不到是一回事 主动放弃是另外一回事 明白吗 别让我的眼睛 再从你脸上离开了 再从你脸上离开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要的就是这种举重若轻的感觉 你终于找到了 魏光 三哥 趁热打铁 我看他已经学得差不多了 明天白天你接着教他 必须把他教回来 放心吧兄弟 这头点我收定了 那你呢 我还有别的事 哥 哥 咱们出去侦查一下 庄处 陈姨交给你了 魏光 张太太有什么吩咐吗 张太太有什么吩咐吗 你 有时间吗 我有话想跟你说 时候不早了 张太太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有生意要谈 那 你们注意安全 张太太晚安 你不是说要去侦查吗 你不是说要去侦查吗 现在又沉出气了吗 现在又沉出气了 太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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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靖是我们的人吗 不是 但是 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子 那你怎么没把她发展过来 组织上 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 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 暴露我的身份 那好 我来 希望能通过这次任务 把她争取过来 好 魏国来了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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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看清楚他们的位置都记下来 信好了 走 他有十分钟去酒店了 我们不远出去转过酒店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呢 出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来了吗 来了 李宗盛 别紧张 那百二十九是你的 天边余下 一抹夕阳 思念也被带给远方 渴望的爱情 藏在心底 带起行囊 远走四方 有些时候 你我一样 挣扎着寻找方向 渐渐触摸到 时间冷暖 也不寻常 也不慌张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生命旅程 就是战场 别再逃避 别再失望 我想做人一定要坚强 我想人间盛开着善良 我想所有的你都快乐 我想和你微笑面对忧伤 照片 嗯 对